台股 再連續大跌四天之後 終於在颱風天的前夕 迎來像樣的反彈 到底這次風雨前的寧靜 還是風雨深信心呢 距離向上衝刺 現在其實只差一個條件而已 等等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 而當這個條件滿足 台股正式起漲之後 要如何挑選上漲速度 比台股更快的股票 今天我們也來教大家 只要能夠充分利用這個原則 就能選擇上漲速度 選出未來最強的股票 因此今天的節目一定要看到最後 大家好 我是呂凱 今天的台股開始反彈了 中場大漲614點 收在今天最高點 22871點 本來昨天也在擔心 22000點是不是要跌穿了 沒有 今天又往23000點靠攏 我知道今天你一定在想 誰知道今天漲真的漲假的 所以今天我必須要先來一手 來 林一臉至少還有你 我怕來不及 我要提醒你 直到感覺你的心情 沒有恐懼的痕跡 什麼意思 我不要你被這連續四天的大跌 整個信心被衝散了 所以我在這幾天不斷不斷的要提醒你 我要你的心情沒有恐懼的痕跡 我要你能夠勇於的把握機會 昨天的這個晚上的發文 我已經快速幫大家列出台股 不應該繼續看跌的原因 來 我們看一下 昨天晚上7點08分 8月台商資金回流 9月聯準會降息 還漲集結四多頭 每逢季線就反彈 台積的買盤持續湧入 政府加在股市下跌 基本面相當好 等等等等的原因 現在還有這個美國總統 換個人好像是不是還不錯 所以說今天的台股雖然表現不錯 可是我相信你的心理 現在在告訴你 先觀望一下再說吧 對吧 你自己的理智 是這樣告訴你的嗎 是不是先觀望一下再說 特別是我昨天我們來看一下 我有講到 什麼叫做每逢季線就反彈 來 我們把季線叫出來 你要看66看60隨便你 好不好 我比較習慣是看66 把稍微加粗一點點 來 黃色這條 來 你看一下 今天是不是這樣 碰到季線就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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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碰到或碰到都會反彈 我聽昨天的各大的這些財經節目 也有幾位分析師在講 這一條技術分析的指標 到底能夠帶給台股多大的生機 現在要注意了 因為我的看法和市場上 多數分析師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昨天我大概 我隨便點兩個分析師的節目 他們說季線之所以會撐 之所以看好季線這邊 守住會反彈 他們的論述是很純粹的去看技術面 很純粹的技術面看法 然後當我再回去看他 上個禮拜的節目的時候 我就發現 他上個禮拜告訴你的是 月線是支撐 對 他上週告訴你月線是支撐 藍色才有月線是支撐 然後月線跌破的呢 換季線了 所以今天季線碰到 彈起來變成他對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叫做無機之談 因為依照他的理論 月線破的看季線 季線破的呢 看半年線 半年線破的看年線 年線破的看五年線 五年線破的再看十年線 這就很瞎了 好嗎 所以這種很純粹的技術分析 是我認為比較不靠譜的 好嗎 不是在那邊瞎很多 丟分析師的臉對不對 我之所以認為季線會有支撐的原因 是在於基本面 政策面 籌碼面 通通有利多方的前提之下 為技術面提供反彈的底氣 我再講一次喔 是在基本面 政策面 籌法面 籌碼面 通通有利多方的前提之下 為技術面提供充足的反彈底氣 首先 昨天又公布新的外銷訂單了 所以我們說基本面相當好嗎 六億外銷訂單 455.6億美元 連四紅 連四紅 我說過了 這完全如我們預期的 基本也已經訂掉了第三季的 基本面無語 我是一再告訴你 外銷訂單叫做是先行指標 訂單訂單 我是先接單 之後才要生產 之後才要出貨 才會有營收 才會有獲利 對吧 所以六月外銷訂單好 我們是不是可以基本確定第三季的 基本面是好的 還有 我的週報提醒過你 美國超級財報週 禮拜天 來 在我的LINE 小小組來辦1688 我們的LINE 每個禮拜天都會提醒大家 本週有什麼樣重要的行事力 重要的議題 哪個誰誰誰要發言 什麼公司要法說會 這個禮拜有三家 美國重量級的公司要公布 超級財報週已經開跑了 可以期待一下的喔 再來 正側面 520這個新總統新官上任 不用等台股崩盤 你會發現很妙的一件事 回檔一千點就開始救火了 回檔一千點就開始救火了 歷史高點兩萬四千四 你就再跌下來兩萬三千點 還是很高呢 對吧 你又不是說像以前一樣 動不動可以跌個幾千點 才開始護盤 沒有耶 兩萬四千四是歷史高點 跌個一千點開始救火了 這手腳還不夠快嗎 對不對 上個禮拜 外資大賣超 政院金管會信心喊話之外 有沒有 外資大逃殺 台股有金無險 為什麼 因為內資及護盤 國家隊和投信連同八大光股券商 買了快200億 還有咧 對八大光股護盤 19號買超185億 再寫歷史新高 腳手就沒了 手腳非常迅速 以前是怎樣才護盤 崩盤了嘛 股市稀哩哩哩跌個幾千點 政府經常干預 這樣說起來 截至上週為止 兩萬三 需要嗎 至於嗎 兩萬三千點有達到護盤的條件嗎 再次強調我沒有要講政治 我也沒有在評判任何人 我們純粹從行為模式去解釋 從520 來 你有沒有印象 520當天 我們找一下濟鋼濟鋼 上半場開始跌 對不對 原本從我們賴總統上台講話 開始往下跌 殺一百多點 然後最後拉尾盤 收掌 其實在520典禮過後隔天我就講了 我說什麼 後520行情 為什麼是樂觀的 因為面子護盤很重要 來看一下我當天怎麼講 本來一度大跌超過一百五十點嘛 後來拉起來中場漲十三點 這不是中啦 這有錯字 我們這字幕要發了好不好 中場上漲十三點 表示什麼 面子還是要的 臉面還是要的 總不能一上任就拉橙嘛 不好看啊 表示新政府要維持威望也好 或者是下面這些官員操盤手們 他們自己的解讀也好 今天台股不能崩 對吧 大家有這樣的共識 有這樣的想法和實際的行動 這就是好事 這就會變成台股的底氣 我再講一個政策面的東西 拜登確認退選之後 昨天晚上美股 才開始去反映到 民主黨即將要推出新候選這件事情 然後呢 你看一下 他怎麼反映的 尤其最敏感的就是那個嘛 費瓣嘛 費瓣漲4% 對 道瓊漲127點 NASDAQ漲280點 S&P500也漲500多點 反昇還不錯欸 對吧 現在如果說真的是賀錦麗上台的話 跟川普就是五五波喔 五五開喔 勝負未定喔 那再來我們講籌碼面 籌碼面就是我不斷提醒大家的嘛 對 我們剛剛也都有說到 八月有台商的資金要準備解禁 對 首批八月要解禁了 大家都說會不會流向房市 你放心啦 房市的資金早就流進去的 現在準備要流股市 還有什麼 九月降息 對吧 九月要降息了 過去經驗告訴我們 降息循環一啟動 動輒啊 漲50% 漲13% 漲82%的 隨隨便便少的都有13% 基於以上 基本面 政策面 沖環面的條件 我們可以相信 季線能夠守住的機率是相對大的 而且到目前為止 你有沒有發現 也完完全全符合所謂 還漲 急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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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特性 多頭特性 你真的要講美中不足 我覺得成交量 你有沒有發現前面兩波 它在沙的時候 下沙取量 我們稍微把它圈一下 對 這些下沙都取量 下沙都取量 這一次反而沒有 這次反而沒有下沙取量 四月底這一次跟五月底這一次 它都是出量之後開始談 出量之後開始談 對吧 所以當時很多人覺得說 高檔爆量 這個叫做利空 當下只有我認為是好事 清洗符合 這就證明我是對的 這一次沒有明顯的出量 會不會需要多震一次 再震一波出量 或者是需要多洗一點這個融資符合 這就要再觀察 可是重點來了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指標 來 帶大家切一下周線來看 來 你有沒有發現 今年以來 今年以來 台股非常強勢 紅K特別多 黑K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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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單支出現的 可是一旦看到黑K 一旦看到黑K 都是最好的買點 黑K最好的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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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禮拜今天 到今天為止 已經翻紅了 原本早上還是黑的 對吧 後面兩天再撐一下 就是紅K了 明後兩天搞不好 會放颱風假 直接週五見真章 那就變成說 又出現一支難得可見的黑K 錯過不在 不過這支黑K是上禮拜 這是上禮拜 你能做的是什麼 剛好啊 這個禮拜比上個禮拜還低啊 你能做的不就把握這個禮拜嗎 所以等等我們來教大家 如何選股 如何太弱流強 休息一下 我們看一下 每次出現這種行情 這波急跌2000多點對不對 我說這個叫大清洗 那也是最能挑出好股票的時候 正所謂疾風之禁草 板蕩勢忠誠 我反而會用這個時間點 來進行持股的檢視和轉換 因為這個時候真的是 最好去進行太弱流強 最好強弱 最好分辨的時候 如果說判斷基本面 成法面坦白說 這個都要一定的功夫 對一般投資人來講 它是有難度的 所以我們教大家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如何很單純的用技術面找到強勢股 我們就用一個比較急的概念 來 我們看一下 台股這一波是怎麼樣 跌破藍色這條的月線 碰到季線 快碰到季線開始反彈 對 我們可以先定義守季線 守季線 如果要比台股還強 是不是應該往上一個級別 好歹守住月線 你把月線守住了 這就叫比台股強對不對 這一個比較急的概念 而且你看今天叫做是什麼 全面啟動 全值的全 全面啟動 可以看一下現在 今天特別強勢的這些全值股 台積電 跌破月線 反彈月線還沒站上去 鴻海跌破月線 月線還沒站上去 廣達已經有測到季線了 做個收腳 剛好站回到季線之上 台大電跌破月線 也還沒回到月線之上 所以月線都是跌破的 聯發科對不對 哎呀 跌破季線 今天好不容易給它站回來 這稍微再慘一點點 所以你會發現這些台股 最指標的股票 都守不住月線 那現在能守住月線的股票 是不是就非常強 能守住月線股票就很強了 我隨時抓一個案例 昨天節目有特別跟各位講到的 上全 這一波修正修正修正 有沒有發現 剛好昨天跌破月線 可是怎麼樣 收一個下影線上來 跌破月線 拉上來收高 今天呢 直接往上衝 直接往上衝 漲3.6個百分點 守住今天就彈 為什麼我們要來這樣辨別股票 你去想幾個問題 台股過去兩個禮拜 跌了2200多點 跌破季線的股票大有人在 破底的都有 對不對 我隨便舉幾檔 我就講你們最愛的 航運股 來看看 看看 長榮 長榮 這叫什麼 跌破月季線 而且這個叫什麼 空方格局 空方格局怎麼看 很簡單 左上右下 這叫空方格局 昨天都還破底 這就是空方格局 好嗎 陽明差不多意思 兩條線都跌破了 在破底 昨天才破底的 好嗎 所以這個軍線 你看有沒有發現 月線都下彎了 陽明的話也快了 兩條都下彎了 陽明最弱 兩條軍線都下彎了 這都已經不叫做多頭趨勢了 所以現階段能夠去守住 月線的股票 多頭格局 而且還能夠守住月線的股票 其實他在說明一件事情 裡面有可能有主力大戶在裡面 或者是基本面可能相當好 或者是後續有什麼利多存在 所以他的表現 會比其他股票更堅挺 或甚至我們講有人相挺 對不對 這種走法 誰在撐住你的股價 誰在給你拉上引線 拉下引線上來的 是不是有人相挺 這樣懂意思吧 所以大方向 我們可以現在這樣去做一個 強勢股的基礎分類 再者就是 你會發現這種股票 這叫什麼 強勢格局 你如果今天 假設他跌到這邊來 再上去 再強勢格局嗎 你這邊 全部都是壓力的嘛 對不對 可是他這邊 好 上全 一樣有上全為例 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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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墊的 這種格局 強勢格局 沒有被破壞的股票 未來要匯集資金 是不是相對容易 大家看今天誰特別強 我一看 就看到這種 月限之上的強勢股 像今天早上 我在幫我們團隊 調整股票的時候 就有我們一個會員 他跟我講說 買這種 月限之上這麼高的股票 安全嗎 因為很多股票都跌得很低啊 不是應該要怎麼 逢低減便宜嗎 我看你昨天節目 不是還在講什麼 左側交易 右側交易嗎 來 各位朋友 我昨天的左側右側 不是這樣用的 等一下如果有空 我們再來解釋 關於是否應該要去買 跌很深的股票 減便宜怎麼樣的 我不能說你錯 我不能說你錯 但是也不是全對 也不是全對 或者我應該這樣講 以長線操作的角度 如果這張股票 它基本面是好的 它是有賺錢的 可能對 站在長線的角度 它如果基本面是好的 它公司有賺錢的 可能是對的 可是如果你不是要看到這種 幾個月 甚至是以半年一年為單位的 這種操作週期 你希望你的獲利 能夠在幾個禮拜內 甚至幾天就看得到結果 你就得像我這樣看 你就得像我這樣看 台股的 來 我們再看一次 台股叫做什麼 創高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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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高的回檔 準備再噴出的這個過程 好 假設這是成立的 對不對 整個多頭 創高拉回 創高拉回 創高回檔再噴出 在這個情況之下 強勢股通常會衝在最前面 這種前景之下 強勢股會衝在最前面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漲的股票 很多都是漲的 像這個樣子 守住月線的 來 我們舉幾個例子 台火 有沒有發現 連拉四根黑K 今天一漲停 點到月線就漲停 好 代銷龍頭 海月 對不對 從頭到尾 月線就是給你守住 今天漲停又創新高 遜中 有沒有 今天漲8.7% 點到月線反彈 好 但是這些股票 比較不太關我們的事嘛 可是接下來這些關我們的事囉 紅色 今天盤中亮燈漲停板 有沒有發現 月線上來 月線跌破一天而已喔 隔天馬上站回來喔 今天就噴出去 今天盤中噴漲停 你看 星雲是不是也是一樣 跌破月線 拉上來 跌破月線 拉上來 低價設備股 均豪 這叫什麼 以盤待跌 以盤待跌 這邊也是一樣 它在守月線 它都符合這個特性 可是當然同樣是低價股的 不見得每一檔都OK 你看像雷克 雷克就雷了 對不對 因為兩條均線都跌破了 可能它在反彈的話 我會在成本附營出場 可是如果是惠特 惠特我就不見得會出場 因為它雖然有稍稍的跌破月線 可是三天之內站回來 都叫做假跌破 三天之內站回來都叫做假跌破 而且有些股票 我們只要能夠非常確定它的基本面 後續接單狀況 就算短線上型態不是太好看 這都不會急得出 這個都不會急得出 所以我剛剛才講 判斷基本面籌碼面 它都有一定的難度 尤其基本面 你要能夠知道公司未來的營運狀況 你股票才抱得住 我要知道下半年賺多少錢 下半年營收狀況怎麼樣 股票才會抱得住 所以最好的辦法是什麼 鎖定我的LINE 還要鎖定我們的節目 YouTube也可以搜尋 林玉凱分析師 我的一個官方頻道 LINE在這個地方 好 如果說你的股票是我節目上 沒有講到怎麼辦 你也可以私底下來問我 我們在LINE都可以 一對一的做一些線上的對話 不論民口天有沒有放颱風假 不論週休日 有時候連假 我們團隊都是全年無休的 好不好 隨時歡迎你加LINE提問 好嗎 好 再看幾檔 來一來一來一 對不對 看到月線跑出來了 雖然剛剛上市 可是慢慢慢慢累積了 也有月線的 是沿著月線往上攻 沿著月線往上攻 今天是創新高的 我是不是要你 如果擔心台積法說會 放一點資金到飛機股 不是那個飛機 是飛台積的飛機 今天是也創新高 而且我講了 剛上市籌碼特別漂亮 好 茂蓮 也是守著月線 強勢股就強勢股 沒話說 對不對 剛好守到月線 今天除息日 對不對 除息日多少 8.7元的現金股力 反而也不錯 表現也不錯 有些剛好回測到月線的 有沒有一頭空 有沒有發現 創高拉回 今天要測月線 那怎麼操作 萬變不離其中 我說過這種股票 買在本益比低估的時候 好不好 今年大概賺6塊 保底6塊 就會看到7塊 本益比偏低的時候 那你自己把握了 好不好 浴邦 這幾天在做月線保衛戰 可是你說強不強 相對於加權指數 相對其他中大型股 還是強啊 來這個精彩 台積電集團的 是不是一樣創高拉回 自己天天在測月線 月線守住了呢 有沒有機會再噴一波 有沒有機會再噴一波 不是不可能啊 雲豹 好不好 連續兩支漲停板之後呢 今天開始 有沒有 有一點點量 出現了一部分的獲利慢壓 可是就像我講的 有沒有在月線之上 還是強制股 這一檔依然是很漂亮的 因為我們是獨家 跟你預告對不對 上個禮拜就跟你講了 7月19號 上週五出關 期待一下 解除處置會飛龍在天 果然嘛對不對 處置當天 解除當天漲停 隔天再漲停 而且是一架鎖死 今天獲利慢壓稍微出來 很正常 可是呢 雲豹不用擔心 武豐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這大股東嘛 可是漲 沒有跟漲 沒有跟漲 我想說可以再觀察 可是跌有跟跌 跌就跟跌 我覺得這就不OK了 雲豹還OK 武豐就不太OK了 好 再來CPU 波羅威 對不對 沿著月線往上漲 今年業績會創新高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強制股型態就很明確了 上全 剛剛講過了 處置中 處置還跟你守月線不簡單 這個叫真買盤的防守 下週的出關 搞不好有兩支漲停板 上次 兩支漲停我幫他預測到 好不好 這一次也注意一下 最後再送你一檔 同樣是CPU的 制勝 明天出關 今天盤中先漲停 有沒有機會 出關之後 再連續漲停 期待一下 這個左側右側交易 來不及講了 最後送你兩句話 好不好 月上流銷頭 流燒頭 人約黃昏後 月線之上是多頭 買股趁著這時候 謝謝大家 我們明天見 可以看